昨天我发现我的毕业论文 被那个谁的那个鸡吃掉了 我突然看见他们鸡在那个位置 真小 你这辈子有没有为毕设拼过命 农大的同学肯定回答 有 因为农大的学生太难误 别人上课个个光鲜亮丽 他们上课不是挖地就是方力 还要时时刻刻提防自己辛苦种出来的东西 不被别人耗走 你以为他们追的是鸡 是羊 是羊 不 那是他们在逃的毕业论文 这不 云南农大的高同学 就因为自己的意识疏忽 同时毕业设计 9月24日 云南农大的高同学发布视频称 自己种的毕业设计被鸡给吃了 随后该同学当场抱走 将这只鸡抓走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只鸡恰恰也是另一位同学的论文研究对象 怪不得人家都是艾特 我的毕业论文 养的那些鸡啊 把你干丢 那早上才放出来的鸡 你中午就把它干丢 那我的毕业论文呢 你的毕业论文 我的毕业论文 视频一出 网友们都乐开了花 大家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既然你的鸡吃了我的毕业论文 那我也吃了你的 还有的网友说 农业系和畜牧系的恩怨由来依旧 经常发生苗目被动物给吃掉的事情 还有网友在评论区提问 农大高同学你好 请问农大丁同学是你亲兄弟吗 这时小编才注意到 这位高同学不就是前段时间 和丁同学一起出来 为学校做宣传的吗 看到这网友瞬间明白了 怪不得他们云南农大的学生 都这么搞笑 全是被丁同学给带坏的 前段时间 云南农大在一众高校招生简章中 脱颖而出 原因是丁同学的这波反向操作 可把校长给一起勾搅 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 我们这里真的不用听听的玩意 不好意思 那个不是学校里面 然后校园环境非常的美丽 食堂饭菜非常的美味 学姐非常的漂亮 还可以每天喝普洱茶 我在云南农大学等你哦 这位学长前脚还告诉新生 来云南农大不用天天挖地 结果转头就提醒袍地鸡小一点声 正是这波反向操作 令云南农大还有农大丁同学 火速出圈 网友纷纷调侃其位招生简章 就连央视一众官媒都争相点赞 校长为了挽回点严密 赶紧安排丁同学成庆 谁知网友们都认为 丁同学是被招生版威胁了 还有丁同学眨眨也 眼看舆论越来越不可控 丁同学赶紧拉上室友高同学 大半夜在学校门口 鼓发了一条澄清视频 书啊 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 这里的校园环境非常的美丽 这里的放菜特别的香 WiFi群覆盖也特别的快 学姐也特别漂亮 学长也非常的帅 我们在这里等你哦 奈何两人毕竟不是学表演 一番操作下来网友根本不细 结果第二天 丁同学就一本正经的出现在了 学校招生版 并对学校进行了一番真诚的介绍 一切都准备得非常妥当 录制过程也很顺利 可还是有眼尖的网友看出了破绽 纷纷在评论区留言 丁同学这是被学校谈话了吧 说话方式都不一样 看题词版挺累的吧 这一波操作下来 云南农业大学彻底火出圈 可校长的血压也高了 因为没人敢去报考他们学校 于是学校官方不得不连夜整理 制作出真正的招生视频 视频中的云南农大校园环境优美 硬件设施也很完善 奈何那个开拖垃圾挖地除草的视频 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 网友仍有顾虑 真的不用天天挖地吗 还有网友调侃 明天拍宣传片 拖垃圾停机一天 最后校领导也放弃争承 默认了这波反向宣传 本来就够闹心的了 没想到别的学校竟公然来挖墙墙 在丁同学新的招生视频下面 挤满了各大高校官方 他们赤裸裸地抢声援 也是没水 即使翻看丁同学以往的视频 你会发现 每一条都充满了乡土气息 上一秒还在下地 鞋子上的泥土都还没干 下一秒就坐在了课堂上 除了挖地除草 农大还是唯一一所给学生配车的学校 不过配的要么是小斗车 要么是拖拉机 虽然学校是以招生简占的形式暴露 但网友纷纷表示 这才是农大概有的样子 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就 很快农大丁同学就被清华盯上了 清华实践隔空喊话丁同学 要他来指导清华学子挖地除草 还说没你不行 紧接着丁同学就录制视频进行回应 欢迎你们来云南农大挖地喝咖啡 网友纷纷指护 终于有清华得不到的人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